消防员累贪的照片是引发回响 在台南有一位消防员被拍到 出勤完之后是直接躺在地上 倒头就睡 连拖装备的力气都没有 看上去真的是累惨了 全是因为这几天清明扫墓 公墓火井平船 消防队一天得出勤好几趟 忙到连午餐都没吃 累到人养麻烦 民众看了心疼 忍不住呼吁 扫墓是用扫的 不是用烧的 地板当床 倒头就睡 累到顾不得旁人眼光 客难的用口罩当眼罩 开始补眠 照片中这名消防弟兄刚打火完 却数不清是这天的第几场 体力耗尽 网友拍下这瞬间 感叹写下一整天的公墓杂草火井 把消防员累到人养麻烦 连午餐都没吃 倒头就睡 于心何愿 谢谢我们的消防医兄 清明廉价 民众陆续扫墓祭组 就有人在公墓烧杂草 烧到引发火井 统计廉价前三天 单单台南地区就有247件公墓火井 消防队员每天出勤好几趟 疲于奔命 不少网友看了向消防弟兄致敬 感谢他们也帮忙喊话 扫墓是用扫的 不是用烧的 等下烧了 我会把你扒花花 你把你扒花来 包括高雄地区街道的废弃物 墓地杂草火井 报案也超过30件 屏东公墓火井也有超过20件 就怕在传火井严重酿出火烧山 消防队员分送水袋 也建议民众用整地的方式代替焚烧 虽然救灾是消防职责 但人人多留意扫心 更能避免危险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导 谢谢 谢谢 谢谢